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 八 日南韩男足亚运代表队以2比1级败日本 获得杭州亚运男足金牌 成功解套兵役问题 目前效力巴黎圣日尔曼的李康仁也可以放心继续挑战世界 但近年南韩生育率低落 因此南韩兵役厅也在考虑要废除兵役豁免政策 在未来南韩运动员就算拿下金牌 也将面临当兵的命运 效力于巴黎圣日尔曼的南韩足球好手李康仁 今年代表出赛亚运 7日晚间的金牌战中对阵日本 最终南韩以2比1完成三连霸 对此他的队友姆巴佩以及巴黎圣日尔曼都送上祝福 2023年10月7日 日本在杭州亚运男子足球项目决赛 以一冒号二败给了南韩 区区银牌 赛后 日本队总教练大言刚在记者会上提及自己对于子弟兵的想法 日本接下来备战于23亚洲杯 挑战巴黎奥运门票的计划 广告 贝文为婉请往下继续阅读 台湾旅西班牙足球选手袁永成在新球季注册前完成自由转会 正式加盟西班牙皇家族鞋甲级联赛 简称西鞋甲 风拉夫拉达足球俱乐部 CFU La Brada 朝向更高级别联赛迈进 今 三十 日 亚运女足八强战中华女足对决乌兹别克 对战历史来看 中华女足紧对过乌兹别克一次 但已是2008年北京奥运女足会外赛 当时中华女足2比0获胜 本场运财已经开盘 不让分盘乌兹别克3.25 中华女足1.80